在人际罕至的柴达木盆地西远 有一处形态奇特的拳眼 从高功俯瞰 它就像一只巨大的眼睛 默默凝视着浩瀚苍穹 我们在还中国西部自驾 离开芒芽市后 为了弥补上次的遗憾 我们驾车驶向40公里外的恶魔之眼 艾肯泉 我们现在刚刚出了芒芽市区 这边就变成了戈壁滩 现在准备去艾肯泉 我在里面后左转 上一次其实 我们准备去来着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还有车辆车况不太好 我们就没去 因为去艾肯泉的路还是挺难走的 我们现在这个路就有点颠簸 从这种土路了已经 这边基本上都是烂路 不过轿车是能走的 就是需要走慢一些 建议大家来这边的话 最好还是开SUV或者越野吧 在我们特别还有一条铁路 这个是格库铁路 从格尔木到库尔勒的 它是去年才建成的 它建成之后呢 就是除了蓝芯县和蓝芯二县 就是蓝芯高铁 这两条线以外 第三条 从内地通往新疆的一条铁路 所以说它建成之后 也是很大程度的缓解了蓝芯县的压力吧 我觉得其实芒芯县这座城市还挺幸福的 六万人口的一座城市 又有机场又有铁路 它这座铁路还是有客运的 所以说虽然它很偏远 但是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从芒芯市区前往艾肯泉 几乎都是起伏不定的土路 但那依然无法阻挡我们迫切的脚步 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后 我们终于到达了景区入口处 缴费处 这里是需要收门票的景色 我们走了一个半小时 这个路啊太烂了 好了我们登记完了 这边艾肯前现在是需要收费的 不过它不是按人收费的 它是按车收费的 一辆车是十块钱 商务车好像是二十 大巴好像三十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这辆车最多可以坐五个人 或者就是七座车应该也是十块钱 这一点还挺好 它这个十块钱我刚问了一下 说的是卫生费 因为车进去之后 里面有相应的垃圾桶牙之类的 可能要需要打扫 现在还有三公里就到户边了 对我们往前走 到了我们现在到了艾肯前的附近 这个特别有意思 大家都把它叫恶魔之眼 然后景区这边把它叫天使之眼 因为恶魔之眼是它那个颜色比较深 看起来有点邪恶红聚的感觉 艾肯前位于昆仑山和阿尔金山脉交汇处的红七扇上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北两侧连绵的雪山 千百年来 当地人都说艾肯前十分可怕 就像它的名字艾肯 在蒙古语中本就是可怕的意思 前些年摄影爱好者将空中俯拍艾肯前的照片上传到了网上 人们发现 它就像一只含着怒火凝视天空的眼睛 因而称它为恶魔之眼 在靠近艾肯前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 连统的植被开始逐渐变少 我们快到前边了 这边呢 突然就变得寸草不生 但是在这边 还是草地 盐碱地 这边应该是因为它湖水中有流元素 所以说生命难以生存 我们的脚下也越来越黄 这儿的虫特别多 可能是 这里就是荒原 看到人来之后 虫子发疯了 到了 看在地上 越来越黄 这儿好像只有前面一个人跟我们游客 我们都带了无人机 我觉得在这里无人机 成了必备的东西 如果大家来这儿不带无人机的话 我觉得来这儿真的看不到什么 嗯 就能看到前面一个泉眼 往外冒水 我们要从高空去看 对 看这儿现了一个吼拳的传说 吼拳 站在此位置放声大吼 拳手会明显朋友加剧增高 此时许下你美好的愿望 老公 南虎 南虎 我敢好好把这个拳汗平 南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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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围二的两个座椅之一 嗯 小凉亭 对 在这儿我们许个愿毕竟刚喊了一下 关注我们的人能突破八百万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耗颜无耻之人 这个我们等一会儿 因为他在那儿飞飞机 我估计飞的话 大家的位置都差不多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飞的话有可能会撞击 所以等一下等他飞完吧 到这儿你没发现没有房 刚才过来的路上就虫特别多 可能是因为旁边有草的原因吧 那种小虫往耳朵鼻子脸上跑 说到也有意思 这个地方被叫做地球之眼 我们前天才从九步坡地球之耳出来 现在到了地球的眼睛 在平地上看艾肯泉几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空中俯瞰 景象就大不相同 绿色的泉水从直径十多米的泉眼中喷涌而出 因为饱含大量的硫磺和铁离子 在沉淀和氧化作用下 泉眼周围的颜色变得更加鲜艳 而受到浸染后的土壤不再适合植物生存 慢慢的 泉眼附近就成了布毛之地 随着矿物质的沉淀 土地上出现了红色的环状边界 从高空俯瞰 它就像人类眼见的瞳孔 只是相比人眼艾肯权的形态在自然界中更加少见 那我们拍完直接传给你们就行了 不用给钱 不用给钱 我以为是啥呢 那我们拍完直接传给你们就行了 不用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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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啥呢 哦 没事没事没事 说话这里面 你们是过来的是不是 对 看来这个后面出了点 这地方不用无人机看不出来 嗯 就是 我们都是拍完传到你们手机上就行了 谢谢啊 没事没事 这个人里面不让进去吗 哦 不让进嘛 看不见的 只能飞无人机才能看到 那你那个船也拍一下 人也可以拍一下呗 可以啊 等会儿帮你们拍一下呗 好 谢谢 没事没事 那我们给你们拍 那你先麻烦你们 请你真的吗 再拍了 没事没事 我们拍完了 我们拍完了 来来来来 你看你们想咋拍 就把我也拍一下 把这个船也拍一下 行行行 等等再拍一点就行了 好 你上这儿吧 上这儿 没事吧 没事吧 哦 这三个都是 哦 这三个都是 都是就是刚才拍的 嗯 哎呀 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我们去拍一下照片啊 拜拜 没事 这儿的泉水好像已经渗出来了 摸一下啥感觉 牛味都摸了 牛味吗 又一点硫磺的味 嗯 它这个水里就富含硫元素 耶 看我发现了什么 耶 无人机的翅膀 哈哈 有人在这炸过鸡 嗯 不知道鸡子还好着没 它这边 这个水 看起来感觉好像是温度很高的样子 嗯 其实温度挺低的 我们现在看的话好像没有 之前看的那么明显 可能最近发水了 它那个水一一到旁边了 对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它这个 文化上面这边很像 好像这是眼睛的轮廓 这应该是人为的 然后这儿 是这个瞳孔 没有拍出来这种感觉 这个可能每个时间段来 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看到远处 那边还有雪山 其实这个地方离新疆特别近 这是在青海和新疆的交界处 不过这儿应该只有青海的村庄 嗯 附近好像没有新疆的村庄 它的地方西边 就是我们那天过来的阿尔金山 这边是昆仑山 山上还有积雪 那边应该是板块构造运动 比较强烈 所以说会有泉水衣出来 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我们不坐 我们不坐 就静静一点嘛 好 拜拜 拜拜 没事 走回头 现在我们要离开艾肯泉了 那关于艾肯泉呢 我们也有一点想说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就是刚刚过来的路 确实不是特别好走 40多公里的路 我们开了应该有一个半小时游了 嗯 然后回去的话还得一个半小时 这样的话 在路上起码在三个小时以上 那这边参观时间 其实并不是特别长 进来可能大家看个 十来二十分钟就可以走了 而且从平面上 是看不出来什么东西的 所以说大家来这边的话 一定要带个无人机 从高空俯瞰它的话 会比较美一些 而且各个季节 水亮不一样 看到它眼睛的样子 也是不一样的 像之前的眼睛 就特别明显 今天看的话 眼睛就不是特别明显 如果大家是平地上来看的话 就不建议来了 三个小时来看 就是平地上 看不出来什么东西的 看过艾肯泉后 也算是了结了 我们心中的一个遗憾 接下来我们就要离开青海 前往甘肃方向了 从艾肯泉返回315国道后 向东行驶140公里 我们到达了前往甘肃省的岔路 前边就到了岔路口了 我们这一次要从岔路口左拐 上一次呢 我们是执行前往德令哈 这一次我们左拐前往冷湖 左边呢是到敦煌 敦煌391公里 敦煌391公里 OK 我们左拐了 看样子今天我们是到不了敦煌 它这个316省道 我现在我们敦煌也还行啊 刚刚那会儿太阳照了之后 我才发现 这边最像最像火星的时候 其实是快日落的时候 它那个亚旦再加上荒荒 真的就像来到一星球一样 我们设置了超速情况 这边是超过80 因为这个轮胎最快就能到80 哇 现在看这个夕阳 这一场的漂亮 从这儿开始都是不能去 两边都没有 刚刚其实还发现这边 它不仅仅是有戈壁的 它还是有荒荒的 那个沙子从路上吹过去 特别特别萧条的感觉 这边是柴达木沙漠 还是我们的中国第五大沙漠 就飞 俯瞰这世界 有多美 让烦鸟都会飞 别去理会 自我轻微 如果还有梦 就追 至少不会一眼后悔 迎着光勇敢追 走高飞 说走就走一回 到了到了我们到冷湖了 我觉得冷湖这个字 自带那种神秘感 冷冷的感觉 川味饭馆 这改不会坐着附城去吧 这有点太狂凉了吧 这是附肝刀但是 城去应该在前面吧 最繁华的地方应该在前面 我们去最繁华的地方看一看 顺便吃个饭 到了这里应该是最繁华的地方 准备在这吃饭了 最繁华的地方 听说吃饭 干饭 来吃饭了 这里干饭还有吗 有的 肉菜盖椒粉 这跟西装的一样 YES 观看肉跟菜 菜你快选 菜都 或者 啥碗也可以 你想吃啥碗吗 啥碗要贵 这啥碗 因为这啥碗也要贵 这可以 这些菜都能做盖 一般的炒菜 一般的炒菜才行 这个镇子的话 现在还有多少人 几百人 几百人 那以前的时候呢 以前的时候 以前的时候都是好几千少万 吃房门煎 要辣子吗 少来一点 你是吃房门煎煎 我是盐煎肉 好 谢谢 93年就94年开始搬了 搬钱搬走的人就少了 这个镇子现在只有几百人了 对 只有几百人了 对盐煎肉 哇 可以可以可以 量很足 哇 这个量血实可以 嗯 很感人 非常感人 25块钱 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虽然这边的价格和 西藏是一样的 但是量是要大很多的 明显 这么大一块游客呢 哇 天 吃饭 这个地方只剩几百个人 一个小时只剩几百个人 嗯 我觉得应该现在它 我觉得它现在更多的 应该是作为一个交通驿站 去存在的 来往的游客 还有大货车的司机师傅 会在这吃饭住宿 嗯 要不然其他的好像很少有人来这儿 最近是不是游客不多呀 都疫情影响 哦 以前住宿大概啥价格呀 住宿现在少了吧 现在可能一二百了吧 一二百就可能 一百多一二百吧 那还可以 那时间最贵可能要五百多吧 五百多 嗯 有些地方可能有五六百多 您来这儿二十多年了 那您刚来的时候这儿啥样子呀 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黄色很多 但是破破烂烂烂的 已经破破烂烂 我们来的时候 破破烂烂开始 都开始撤了嘛 开始搬了 搬到都是破破烂烂的那种 但是人比现在人多 人多 人多还有可能有几千人的样子 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几年来的时候 但是因为今后清海修去搬了 搬到敦房去 然后往前去走 它不是搬 它是这些职工的住所搬到那边去了 还在这个地方上班 住所搬到敦房 就这边还在船游 在船游 现在都在船游 嗯 他们在那边 或者是在这边上一个月 休一个月 但是上两个月 休两个月 他们休息的时候到敦房 上班的时候还过来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游少了 现在游也可以 有游了 那现在来您这边吃饭的人 一般都是游客还是司机 这边都是司机呀 过路的呀 也当地的呀 他们聚工到很少来这边 野兰呀 野兰呀 他不想吃饭 他也出来吃呀 哦 那一个地方待二十多年也挺 时间也是很久 我们才二十 二十多年 这个应该以前的时候挺红火的 对 以前九几年的时候 就是记不清 反正他们以前 知道他们的待遇啊 过后面啥都逍遥了 那这边电费跟那个一样吗 电费几毛钱 不知道几毛钱 哦 您都不知道电费多少钱 不知道多少钱 我们一百二百的交 反正 发现没有了我们在交 有了我们都不管 没有了在交 几毛钱 那这块冬天咧 冬天还在这吗 冬天我们不回去就在这了 那冬天这冷吧 那冬天这冷吧 最冷的天达到 十万零下二十几度 但是十倍就暖和的很呀 这里供暖和 哦 供暖 嗯 十倍温度高 十倍温度就跟现在一样 就穿这么厚的 哦 那挺好 挺好的 反正我们是习惯的 你待能让待这么长时间去 挺好 那你回家吗 回还是年年回 年年回 年年都回 年年都回去 到了冬天了 也是过年了想回去啊 也是家里面有个事了 也回去啊 哦 回去了 您之前没想到去西藏那边开餐馆吗 没想到 一直记得这边 我们一出来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 小孩多吧 我们三个小孩 要上哪去 跑不动 我们小孩都带出来 在这个地方有大的 那以前的时候 这块还有学校呢 有学校 现在也有 现在也有 现在学校有多少孩子 不知道 反正少得很 不懂 几百分人的学生 可能就有几十个人 对 没有多少 嗯 稍微条件好一点的 他还是出去了 这个地方 他学医局 幼儿园也有吗 幼儿园也有 小学初中演员 小学初中演员 到高中 高中演员 高中没有 高中就得到 敦煌上 敦煌现在好像是 到发土糕上了吧 发土糕 嗯 这边运物这都是从敦煌运过来 敦煌他们有些也 从南州那边也过来的 有些这边也有少数 也从格尔布这边拉过来 咱们也做生意的 菜生意的 做菜生意的里面就有 瓜果呀 蔬菜 水果这些 水呀肉呀米面油啥都有 哦 那多久运一次呀 多久啊 三四天运一次吧 三四天 多年都是一个礼拜 这两天就是三四天 他是一个大车过来 然后看谁家买 然后谁去买 他过人的菜店 过人都有个车 哦 有个拉口 拉一二十顿的车吧 自己砸起砸吧 啥都拉回来了 哦您是您相当于也是直接去农货市场去买 对就是他们菜店里面买 我这个地方三个菜店 哦 这三个菜店 菜店里面每家都自己配了个车下对方 哦我以为是您直接 那个没有市场 没有市场没有啥 他们只是他们 他的菜要快完了 他就下对方去拉了嘛 药药都拉这样拉 鸡呀鱼呀啥啥啥的拉 但是 那应该家家都特别多吧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的 你看吃饭呀这些都要稍微偏固一点 和西藏差不多 嗯稍微偏固一点 他都是外地拉来的 拉来他们也要挣钱呀是吧 他们挣钱了我们也要挣钱 对对对 稍微高一点 相比而言还不算太高 对 咱这块有快递吗 邮政 有中国邮政 就是到时候你如果网上买东西的话 也可以送到这块 就叫他发邮政 只能邮政 就被主发邮政吧 他只有邮政这块 对 有些时候你买了 他不发邮政 不发邮政就重新找别家吧 他要发邮政我才买吧 才下单了 哦 这多久能送到呀 一半 一半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挺快的呀 比想象中快多了 快多了是吧 对 不是太慢是吧 内地也连三四天了 对啊 每年就个几天 可以 反正都习惯了 这块主要感觉憋得很 我们年轻人来这块 你啥都没有吗 没有娱乐设施啥的 对 旅游的话可以 待一两天可以 对对对 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没事 我们一天因为 天天都是这个活儿 天天都有活儿干 天天出来就在这 天天出来就在这 有生意就做生意 没生意就做小玩儿 搜索搜索搜索的 一天反正就是这些活儿了 这两年是不是游客比前些年多了 嗯嗯 这几年游客多了 对因为我们看 这个地方活也就是这两年嘛 对 就从蒙岸那边过来 对 这几个景点 就这两年 就这两年 就这两三年嘛 最火的就去年 去年都最火 嗯 去年最火的 今年还没火呢 都完了 疫情问题 但我估计疫情一结束 这边人家也继续火起来了 如果是疫情一结束的话 可能9月10月还是去年 像去年这两天的话 你看到处 我们都被到处都买桌子的 吃饭的桌子 我外面都比较好 嗯 多少 那老板您今天这个房子 是您买的还是租的 租的 那您现在这个房租是多少钱 以前房租三四百块钱 以前就是刚来的时候是三四百 那现在呢 现在可能涨上千了吧 三千 上千 上千 哦 上千 还行吧 隔内地的话 我估计 这不人呀 这种人少 哈哈 人少 有点艰苦 没生意呀 对 嗯 就 这几个月忘记才有人 从今年的话都没忘 嗯 今年的话都不行吧 对对对 老板您刚刚钱付过了 走了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哇 吃饱了 递出来之后 冷清 月亮倒是挺亮的 嗯 两只狗 这狗挺干净的 像是 讲样的 嗯 我们刚才看到这前面有一个 停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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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就住那边 好 来找大帐篷的地方了 在这旁边有个停车区 这就是老湖停车区 还行 这一块挺好的 但是估计啊 北海又是在这儿工作的 哇 天上的月亮好厉害 好了 帐篷搭好了 这在一个角角 那个停车区的院子里面 挺满了 嗯 没办法 哇 我们跟这个楼房 靠在一起 然后车这样横着条 能挡点风 好了 进吧 这个便宜确实美好货 它的这个 一行转啪啪啪啪下去了 我还刚进来 这个其实已经好几天了 我这个还行 毕竟我这个要卖200 它这个卖30 对 我这个是上一次的 我上一次那个 那上次跟五个二伯利 再来一门一样 那可能就是 我也回来 缘分吧 这完全凭运气 嗯真的 它的这个枕头 我的枕头没打 因为枕头根本用不了 所以我把书包垫在下面 再垫个衣服 当枕头 还好这边是平的水泥地 但是相当于睡到水泥地上 硬邦邦的 如果我们在那种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去 大帐篷的话 早上起来腰会很疼 那天 罗布泊睡了 我早上起来就不舒服 没办法 便宜活 我们得想一个办法 对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又要省地方 又要软软软的 没办法 那这种想办法 第二天从露营地醒来后 我们准备去逛一逛这个曾经辉煌一时 现在逐渐落寞的小镇 青海冷湖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